台湾艺人白冰冰 她的女儿白晓燕 在1997年被绑架后撕票 离世时紧得17岁 事隔多年 白晓燕经已逐渐走出伤痛 不过有网民在白晓燕 逝世周年前夕 在白晓燕社交平台 恶意留言表示 下去跟你女儿一样 以及你女儿再呼换了 等等的字句 白晓燕深受滋扰下报警求助 并且在家族佛堂 召开记者会交代情况 提起女儿她不禁悲从中来 因为明天就是白晓燕的23周年 在这个佛堂是我 在这里为她念经起伏 度过大概15年之后 才止住我的眼泪 大家就看到 这边就是祖先 阿公阿嬷小燕都在这里 但是我们台湾的传统习俗就是 小燕是没有家的姑娘 所以她也不会到祖先的牌位里面来 所以她自己另外 变成一个另外一个小地方 身为母亲的总又觉得 哎呀她好委屈 哎呀她好委屈 走得都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里 身为受害者的母亲 白冰冰更要受到二度伤害 她只口出恶言的人事 等同在自己伤口上耍盐 躲在键盘后面的人 不知道她一句话会有多重 因为孩子就是从水里面 捞起来的那一刹那的形象跟影像 我得在这里用15年 我才有办法抹灭 她一句话去挑起人家这种 好不容易 没有办法遗忘 这一辈子的印记 我觉得她还是非常故意的 因为就在这几天 大队队长他是 比较年长还知道这么一件事 其他的队员都是很年轻的 他们小燕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们可能才刚出生 不太知道这些事 觉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年轻人就很厉害的 他们很积极的 今天早上就去邀请那位女士到案 问她状况为什么这样 据知该名雷胜夫人精神有状况 她的女儿亦有联系警方 并代母亲自怯 警方方面会循涉嫌恐吓 防害名誉等方向处理案件